大家週末愉快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喂豬腦袋 最近看你怎麼悶悶不樂啊 什麼放空宏達電控家事喔 不要去放空 你認為不該漲的股票 你心裡可以不認為 但是呢 實際動作你不能做 因為股票市場不是學校 它常常是怎麼樣 不按照牌理來出牌的 你問老船長 宏達電為什麼會漲 現在報紙都有燈啊 叫雲宇宙啊 我雲他個頭 我的意思是說 根本鬼扯淡 有多少人會去用這種東西 我可以在這邊直接講 今天你把所有的節目 電視網路都看完 一定是歌功頌德 宏達電多好 對不對 就在今天 看好啊 我直接跟你說 這個不用多久 很多人要倒大煤了 老船長 你又來扮演烏鴉嘴啦 我告訴各位喔 我的烏鴉嘴向來很準的喔 上一隻的代表作是台陽 台陽在這一天喔 這個黑棒還沒出現的時候 在這一天的節目喔 你們回去看 我教你們 游標移啊移啊移 對很簡單 這一天叫做9月30號 9月30號我的節目 大家去YouTube看 還沒有出現黑K 我就說 台陽這種公司喔 賺什麼錢 注意看賺鴨蛋 賺鴨蛋聽得懂 虧損大王 然後呢 股價草天高 我說有投資人要倒霉了 接下來怎麼上去 就怎麼下來 第二天果不其然摔死 我要選在今天 講同樣的話 你宏達電啊 怎麼上去你就怎麼下來 因為這一家公司啊 更厲害喔 虧更多 他比台陽還會虧錢 宏達電這一支股票 讓很多的投資人啊 可以說痛不欲生啦 甚至怎麼樣 傾家蕩產離開股票市場 所以不要去相信 這一家公司什麼 要發展什麼 啊 雲宇宙什麼 那都鬼扯蛋了 不要相信 之前 不是從一千三百多一直跌嗎 跌到一千 頭顧老師出來說 三百不見了很便宜 對不對 然後呢 一千塊一堆人跳進去 結果呢 一千塊少了一個零 變一百 一百夠便宜的吧 又是一堆人怎麼樣 然後很多人去訪問啦 公司的高層 也說我們看好 HTC 各位記不記得 然後呢 跌到三十幾 大家 我今天要很感慨的講 為什麼 因為 台北股市現在是亂了套 這一種虧損大王不賺錢的公司 股價長這樣 大家來追逐 那 投資人是學不到教訓的 看這一支就知道 台陽 投資人永遠學不到教訓 直到他離開股票市場 輸死為止 這是我的心得 沒有投資人會說 哎呀 上次台陽這樣 宏達電這一次 我們要有戒心 不可能 然後你可以看今天所有的財經節目 那些分析師啊 都在馬後炮 要不然就在胡說八道 哇這個雲宇宙有多好 對 那之前就是這些人啊 說台陽有很好的 你們聽得懂吧 因為是叫你們去死 不是他去死 各位要搞懂 你們參加投顧 投顧老師叫你去買這些股票 跌下來的時候呢 有些股票 你要等解套就是一輩子 挺好啊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喔 宏達電一千三百塊錢 套牢的 不要說一千三 一千塊就好 一千塊套宏達電的 不要啦 那太高 三百塊套宏達電的 要不要解套 這一輩子都不會解套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所以 讓我想到有一個 在這個股票市場 大家所流傳的一個小故事 就是說一個主人啊 他帶著這個狗去遛狗 那原版好像是說要拿個狗繩 牽著這個狗 這個狗跑再遠了 他終究跑不出怎麼樣 這個主人的一定的範圍嘛 半徑各位懂嗎 因為你繩子的長度有限 但是我要把這個故事 這個改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改了以後 會比較符合現在的股票市場 就是說一樣是一個狗主人 他去遛狗 沒有帶狗繩 這狗可能跑很遠喔 對不對 可能跑到對條街去囉 對不對 叫他可能他也不回來 這個情況就好像 現在的股票市場一樣 就是說 狗狗不聽主人使喚嘛對不對 他也沒有規則性 一下跑這一下跑那 一下跑遠一下跑近 但是各位注意啊 最後終究 他要回到主人的身邊 你把這句話記住就好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你這個股票最後要 醜媳婦總是要見公婆的 拿不出財報嘛 台陽拿不出來嘛 聽得懂嗎 到時候你們就看宏達店 你看他拿不拿得出來 哪些投顧老師叫你去買的 你放心好了 當他摔死下來的時候 他們就當沒事 台陽就是個例子啊 你覺得看不到老傳統 在節目上說 台陽有多好 宏達店有多好 不可能啦 我不是這種不要臉的分析師啊 睜眼說瞎話 黑的說成白的 白的說成黑的 我可以告訴你 貨櫃三雄非常的好 你現在問我一百次 我還是告訴你非常的好 雖然現在貨櫃三雄落難 但是早在一個多禮拜前 我已經預告 我說貨櫃三雄要走 橫盤整理的格局 過去這一個多禮拜 我們來印證一下 老傳統的預測準不準 我們用泡泡龍來看 各位觀眾準不準 今天跌 今天跌也沒有跌破這裡 各位你聽得懂吧 這個就是像什麼 那狗到處亂跑 他還是要回到主人身邊 聽得懂嗎 他的格局就是橫向整理 下個禮拜我認為 為什麼我認為 貨櫃三雄他會脫離盤整格局 老傳統我才不信你 你不要相信我啊 我在一個多禮拜前 預告他要走橫向格局 全市場只有我講的對 很多人跟你講說他要崩盤了 要繼續跌 也有極少數跟你講說要往上走 我說沒有 他要走橫向 我有看出來了 為什麼 我這下在咪 各位看嘛 亮縮了嘛 看到沒有亮縮了嘛 下個禮拜很容易就放亮 因為這個亮都不是亮啊 各位觀眾 這種股票他已經二次怎麼樣洗盤了 這裡洗夠久洗兩個多月 這邊再洗怎麼樣 不到一個月啦 那這些日子加起來 這叫兩次洗盤 這一次要洗比較久 因為這邊摔下的人太多 套在這裡的人太多了 可是沒有洗乾淨 主力發現沒有洗乾淨 我再來一次 這一次大概差不多了啦 手上還有傳票的舉手 你不是我的會員喔 那個舉手把手打斷了 蝦米要上廁所 上廁所你國小一年級 自己喔自己不會去喔 還要舉手 神經病喔 散戶手上大概都沒有什麼傳票 如果有的 就是可能買一張兩張的 有沒有賣無所謂 無所謂嘛 反正十足不怕滾水燙啊對不對 要不然就怎麼樣 就是怎麼樣 乾脆就不去管他的 這種心態喔 手上還有張數比較多的 投資朋友很少 撐不住了 尤其用融資買的 散戶如果要買多 用融資買都斷頭了 斷兩次了 那如果你用現股買的 張數還是非常多的 你趕快來找我 你真的不用怕 因為我預告他是整理 他就是整理 我現在預告 下周三雄有機會要 脫離盤整格局往上走 有一個很大的因素 各位注意看 台北股市為什麼漲不動 你回答我 你先回答我 不然每次我講完 你說這還不簡單 我早就知道 投資人都是這樣 我以前去辦演講會 下面投資人 一問三不知 然後我講完之後 這我早知道 知道你的頭 你早知道 所以一輩子不會有錢 你知道嗎 不謙虛不虛心求教 然後怎麼樣 人家跟他講 然後就一副很自滿的樣子 我現在就就教各位 美國股市一再的創歷史新高 為什麼台北股市的位階在這裡 今天還漲不動 收平盤 你告訴我為什麼 你先講嘛 等一下我講完以後 你 這個是老船長不知道 那你講 好 因為過去的貨櫃三雄 並不佔全職 現在的貨櫃三雄 它是非常佔全職的 而它的成交比例 從最多的四十幾趴 大盤的成交比例 航運股來到四十幾趴 那時候電子股剩下 二十趴左右 很可憐 現在電子股拉回到六七十趴 航運股跌到十趴以下 可是電子股在工有限 你看都炒到宏達電 沒有東西可以炒了 對吧 然後貨櫃三雄 變成趴趴熊 趴在那邊 所以他們這麼佔指數的 全職的股票 沒有動 甚至還跌 加全指數當然漲不動 這個道理很簡單 那為什麼我認為 下個禮拜 貨櫃三雄 它是有機會 脫離盤整格局 因為盤整格局全國 只有我一位預告 而且省準 沒有第二位 有第二位你跟我講我 退出頭顧業了 那我既然預告這麼省準 麻煩你稍微 聽一下 小弟的看法 下個禮拜 它會脫離盤整格局的機率 會非常大 因為台北股市 加全指數需要他們 導播 是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 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穿帳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咨詢電話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響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 匯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因為美國股市跟我們的關係 也像主人跟狗一樣 這個故事一樣 就是我們可以跟美國股市 是暫時脫鉤 但是脫久了 又會怎麼樣 要很相關 這是必然的 大家應該可以接受 現在你美國股市 再創歷史新高 大家看一下 台北股市這什麼死樣子 人家美國股市 已經過這個高點了 你懂不懂 我們還在這裡 為了什麼 為什麼 在等誰 誰才有這個力量 成交量什麼時候出得來 都要靠貨櫃三雄 聽得懂嗎 你看這什麼量 這什麼量 這什麼量 那這裡什麼量 這裡就是 各位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貨櫃三雄 一天幾十萬張 甚至百萬的量 當沖客什麼都來 政府為了要抑制這種 什麼 所謂的歪風 我覺得很奇怪 台北股市沒有量的時候 政府搞出了一個現股當沖 各位記不記得 鼓勵 你做現股就可以當沖 不用信用戶 哇 那時候成交量 終於開始熱起來了 欸 成交量太熱的時候 他有跟你講怎麼樣 不行 都是當沖 這個投資要中長線 不可以這麼短線喔 所以台北股市的量 就從五六千億 Q到生價兩三千億 就是這樣 然後呢 你只要稍微 有當沖 我就警示你 長榮跟陽明 前兩天被警示嘛 對吧 所以如果你們要這個 台北股市 要像美國股市一樣 不要脫鉤太久 要往上走 這邊要爆出量來的話 就必須要貨櫃三雄怎麼樣 重新回到過去那個樣子 其實我覺得那樣沒有什麼壞處啊 那不然你股票市場 你就是一灘死水在那邊啊 這樣好啊 沒有人要來投資啊 這樣懂不懂啊 你管他當沖客怎麼樣 他愛沖是他家的事嘛 只要他沒有犯法 就給他沖嘛 對不對 那下個禮拜 因為有人會提出疑問說 老船長我有問題 我說啊那你說 啊這個喔 上次航龍喔 這個對不起 長榮這個泡泡龍喔 整理這麼久 你現在跟人家說 這樣子就夠了 不一樣嘛 欸各位觀眾 這個位階不一樣 這裡跟這裡差多少 這個位階已經把福爾洗去了一大半以上了 這個在做最後的清洗 做最後的清洗的時間 不需要跟這邊一樣長 這樣你是懂還是不懂啊 而且你看這裡雖然在洗盤喔 這個幅度也比較大喔 有沒有這邊沒有喔 幅度很小喔 表示怎麼樣 已經要死不活了嘛 已經一灘死水了嘛 那這個時候只要稍微 只要稍微放量 他就會出去了 而且全市場 你在週末假日 你看不到有一個分析師跟你說 貨櫃三雄喔 下個禮拜是有機會帶領台北股市喔 重返榮耀 要跟美國股市不要脫鉤的這麼厲害 你把節目電視網路看爛 只有一個天字第一號 大白癡蠢蛋的骨骸老船長 對 海鵝啦 是我啦 小弟我啦 你也可以不認同我 但是我也是全國唯一一位 笨到可以的分析師 說喔 航運股接下來要整理一段時間啦 我在這邊講的 然後他真的整理一段時間 我說這一段時間 就不用招收會員了嘛 整理沒行情 對不對 參加什麼會員啊 可是你回過頭來想 你的船票是不是已經掉了 已經被整理出去了 你不要騙我啦 現在手上還有很多船票 都大內高手 很可能是怎麼樣 最近才進場的 有人看我的節目 他其實是空手的 他認同老船長 對不對 他現在進來大量的買進 那這些人都是在股票市場上 比較厲害的角色 那網路的大魔頭頭顧 都是帶人家買這裡的長榮 有沒有這裡 他們每天靠做什麼樣 做代狀節目 找那個美女俊男來怎麼樣 哇有說有唱的 好高興好歡樂 會員已經屍骨無存 那是他家的事啊 只要我們這個代狀節目做得很歡樂 感覺什麼專業 然後又有這個品味 又跟人家的與眾不同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什麼喔 骨架對折再對折 那沒有關係啊 打折是剛好而已啊 對不對 所以這些投顧的分析師就是怎麼樣 吃人不吐骨頭的 像我的節目很多是他們在看 這個 或是他們的這個公司的業務在看 看完就比倒贈 沒關係 我去求這個 陳皇爺的時候 我都說針對這一些同業的 因為我跟觀眾朋友講說 他們是怎麼騙人嘛 對不對 他給我比倒贈的 這一些一定要嚴懲 讓他限事報 你不怕神明的 你可以繼續沒有關係啊 你哪天倒霉你就知道 是因為你怎麼樣 你壞事幹多了 幫兇啊 這些投顧老師騙人 下面的業務幫著騙就是幫兇啊 一樣要有業障 什麼業障只有老師沒有這回事啊 我都常常告訴我的業務助理 我說你們喔 幫老船長做事情喔 可以心安理得 因為我不騙人 我也沒辦法騙 我騙我節目 我下十九成 地獄不得好死 請觀世音菩薩作證 我怎麼騙啊 對不對 那你們可以來印證我 準不準啊 我跟你說航運股要整理 就是整理啊 那你不能說我不對吧 你硬說我不對 那你就是個爛貨嘛 講快點就是這樣子啊 你就是黑白不分嘛 對不對 那如果我說整理 結果他大標或大跌 那我就是爛貨 各位懂吧 這個社 台灣這個社會 已經沒有什麼是非了啦 我講真的 很多人都在黑的說成白的 白的說成黑的 都覺得什麼 理所當然 那大人這樣子說 小孩子就跟著學 所以網路上一些屁孩有沒有 每天在網路那個什麼 什麼奧購同學會那邊發表言論 都在那邊詐騙啊 胡說八道 來膨脹自己 表示自己很 在這個社會 在這個社會很有地位 網路上可以發炎 神經病 網路發炎又不要錢 那些人腦袋都是怎麼樣 用水泥做的 一輩子不會有錢的 我希望年輕的朋友 不要去網路上看那些廢文啊 都沒有用的文章 對你不會有幫助的 你還是要回到 我節目一開始的那個故事 就是說這狗亂跑 跑跑跑跑跑跑 它最後會回到主人的身邊 也就是說投資 在投資的道路上 你可能會遇到很多挫折 我買這個基歐股跌得半死 那個宏達店對不對 那個虧損大王公司 一直飆 我應該買那種股票 你如果有那種想法出現 那你離開 我跟你講 你陣亡 你離陣亡的日子不會遠 你就早晚day and the night 大家懂意思嗎 不要去相信那些 而且我舉例縣市報給你看 台陽有沒有 這公司跟我們不賺錢啊 追系 宏達店 你試試看嘛 後面下來的時候 你的老師就沒有宏達店了 那死是死你啊 跟他沒有關係啊 會費也騙到 如果你跟著投顧老師 他會叫你買宏達店的 你自己要注意 你就是他怎麼樣 心目中的白老鼠 當然他會跟你講 老船長不懂啊對不對 那個是雲宇宙啊 雲他的頭啊 我再講一次 接受度怎麼樣 一小撮人接受 你這個產品會大賣 公司會大賺了 股價這樣標 那人家賺的比你多多少倍的 是不是應該標到外太空去啦 不要聽你的老師胡說八道啦 不然你現在問他嘛 你就問他 你知道你參加的是大魔頭頭顧嘛 你就問他你台陽套來這邊怎麼辦嘛 你當初講的台陽如何 多好多好 那現在怎麼辦嘛 我是唯一有破解 他們這種手法的分析師啊 你喜歡看我的節目 看完你覺得對你有幫助 幫我按個讚 那功勞是你的 我也只是盡我的本分 那麼邪派的 喜歡走旁門左道的 麻煩你幫我比這樣 讓我知道 我的節目有多少 這種垃圾在看 這樣大家懂意思吧 人喔 你在社會上一定有人說你好 一定有人說你壞 這都很正常 我從來不在乎 我只在乎 我把我的專業跟誠信 呈現給所有願意花時間 看小弟節目的朋友 這樣各位懂了吧 那我昨天第一天推出 今天第二天告訴你 這個只有到這個週末 這個公本費 那麼現在有傳票的朋友 很少了啦 你手上還有傳票的 我已經審準預告 他要橫向整理 現在我預告 下個禮拜 台北股市的加捲指數 要往上攻 要追上美國的話 必須貨櫃三雄要醒過來 各位聽得懂嗎 他如果還是趴趴熊趴在那邊的話 那台北股市想都不要想 那他有沒有條件往上攻 有 他已經經過兩次的橫向洗盤 上一次洗得很兇 這一次把渣渣都洗掉 所以還有傳票的 不多了 不多了 所以我只要求你公本費 人人負擔得起 那過去這一個多禮拜 你最後的關鍵被洗下車 就代表什麼 我不用參加會員 老村長已經預告啦 對不對 這是整理 結果你還是被洗下車 你好不好笑 所以我都知道 所以我都公開 我根本不在乎觀眾怎麼樣 觀眾看了節目 就算跟你講答案 你還是做不到 這是我這麼多年來的心得 所以最後呼籲 有傳票的朋友 你一定要把握住 到這個週末就結束的公本費 接下來你就是要交會費了 沒有什麼只交公本費 我就可以帶著你做 當然這是為了法律的問題 因為你什麼費用都不交 你沒有辦法入會 我沒有帶你操作的空間 那麼當貨櫃三雄開始往上走的時候 就可以做價差了 我強調我要帶你做價差 各位聽得懂嗎 不然你來跟著我幹什麼 對不對 5 4 這是最後一次的機會 跟最後一次號召你 現在開始拿起電話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本節目 本節目